大家好,歡迎回來在家做生魚片 日本行的最後一站來到東京 東京是真的很熱,到處都是人 第一天就住豐州魚市附近的飯店 電車坐一站就到 空中走廊直通電車站出口 規劃的非常好 一出電車站就有看板介紹地形 超方便的 我要好好的來學習一下 過兩年去看看花81億的成果如何 我有上網登記參觀魚市場拍賣 但沒抽中 所以就只能四處逛逛吃點東西 豐州市場總共分三棟 大部分壽司店跟販售物品的店都在同一棟 早上六點到壽司大就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裡面也有人正在吃 我覺得能在這裡開店的商家品質不可能差到哪裡去 所以沒必要排隊去擠 就選擇這間雞壽司 我看別的YT有介紹這間不錯 主要是板前的位置可以看到廚師的動作 不像其他的壽司店有冰箱遮擋 我選擇了三千多的套餐 太太選擇份量少一點的 另外單點了腦天跟金木雕各兩萬 我這次來日本最終都沒有去那種一頓兩萬很貴的壽司店 主要是感覺壽司店的魚種吃來吃去就差不多是那幾樣 我體驗一下不同的模式 所呈現的東西細節上的差異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師傅的動作非常快 一次握好一起全拿上來 金眼雕跟腦天是撒鹽炙燒 噴槍的火力極強 炙燒的時間很短 在魚皮還沒有任何燒焦之前就停了 這個金木雕師傅說不要沾醬油 吃起來沒有一絲腥味 有一點點甜 金木雕我在台灣吃了很多了 我點這個單純想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裡 南方澳的金木雕水平在哪裡 為了不讓人覺得很秋很討厭 我就淡淡說一句 我吃過很多更好的 這是鮪魚的腦天肉 在台灣一般都是跟著頭骨一起聚成塊 很少拿來做生食 一入口油香強勁 至少軟化了腦天裡的魚巾 這貌似加了一些柑橘汁挺酸的 中段血味很重 超越赤身的血味 尾韻甜味很足 以這單價來看呢 很值得來吃一罐試試 其他的幾罐沃壽司就是水準演出 在批發市場樓上賣的生魚片 肯定不會有鮮度不足的疑慮 那這間的醋飯偏酸 飯很軟卻又不會黏黏的 用筷子夾很容易就散開了 做得很好很爽口 但山葵都加蠻多的 不至於掉眼淚 但就是偏多 鮪魚三兄弟全都是水準演出 但有一罐接近大幅未至的 魚巾沒切 嚼了很久才能吞 吃起來不夠乾脆 很多人喜歡吃壽司 都是因為它容易吞咽 很爽滑 所以加美乃滋的炙燒鮭魚肚 或是加糖的炙燒鼻目魚旗邊 這一類的沃壽司 即使吃不出太多鮮味 在台灣依然是很受歡迎 爽滑就是重點 這個辛曼給的很大塊 可能煮的久了 魚味很淡 魚肉過於鬆散 我覺得還好 鯛魚吃起來就是那樣 沒有特別甜 但魚肉也足夠軟 依照這個口感 完全不可能是當天死亡的很牢 多少有熟成一下 另外加點了北濟貝 我以前沒有吃過 常看到那種用力拍一下的影片 對就是這樣 經典的酷水 浪浪給它拍起來 這個北濟貝出奇的好吃 跟我想像那種蛤蜊的口感完全不同 它只有表面是稍微脆口 但是裡面整個口感都是軟的 越嚼越有點甜味出來 我這才知道 我以前在台灣吃的 可能都是假的 我覺得生魚片新鮮沒有異味 吃了沒拉肚子 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生魚片的評價 如果只有新鮮兩個字 嚼了半天也沒能感受到其他的東西 那代表它很普通 吃完早餐也才早上7點 就四處逛一逛 我原本想吃金壽司 它會把本日壽司套餐的內容物掛出來 我喜歡這種透明風格 但它比較晚開 這裡的二樓走道有一整排的看板 有很多漁業的知識 類似像小型博物館的介紹 魚種特性 處理方式 漁獲分布等等的 這是各種處理鮪魚的刀具 這也挺有意思的 從二樓往下看就是銷售魚的地方 但我們沒有工作證 不能進去看 我能理解這種做法 觀光客太多 或者是只問不買的人太多 確實會影響魚市場的作業 也影響了環境清潔 除了賣魚之外 也有賣其他東西 賣茶的 賣湯包的 賣餐具 裝飾品等等 賣刀子的有刺跟正本 都有把店開過來 我沒有在這裡買刀 因為這裡的店太新了 太乾淨 沒有老店的氣勢與氛圍 我打算去竹地本店再買 我們今天換飯店要去淺草 坐電車的話就很無趣 從豐州到市中心有渡船可以搭乘 而且行李也可以上 船上的空間很大 渡船的種類有三種 網路上可以先預定 坐船的地方就在台場 渡船口有一個小咖啡廳 蠻愜意的 船沿著河道非常平穩的航行著 船上有一個平台 視野很好 建議大家可以來搭看看 體驗一下跟陸地不同的風光 太太的長輩住在東京 隔天晚上他們招待我們吃飯 來這間昭和26年就創業的鐵板燒 他覺得我們應該吃過很多壽司了 吃個鐵板燒換換口味 開胃菜是水蜜桃優格 一罐生牛肉臥壽司 海膽手捲 三樣都很好吃 還有一道湯我漏拍了 這個是牛舌 旁邊師傅同步切著今天的主菜 和牛 這不知道是什麼等級的 為了不讓人感覺我是香巴佬 我沒有問 我跟太太一人選了沙朗 一人選菲莉 可以交換著吃 我昨天在豐州也有吃牛舌 但這個更厚 看師傅切就覺得這個充滿彈性 另外切著那塊肉是菲莉 這個牛舌很好吃 我以前只吃過薄切的 沒有想到厚切的非常好吃 油脂不多 但依然很香 清爽彈牙 這個鮑魚是額外加點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這麼大的活鮑魚現場烹調 同時又上了一道海鮮小菜 這個是一尾切開的明蝦 干貝 還有鮭魚肉片 配一片麵包 可以沾著醬汁吃 鮑魚要先把內臟撈出來 內臟要單獨做 火候不同 要用高溫煎到全熟 微微焦香 鮑魚乾是非常好吃的夢幻食材 裡面的汁液會產生一種奇妙的氣味 苦甜版的梅納反應 但是女性的接受程度通常不高 這間鐵板燒的抽油煙機聲音尖銳 剪接影片的時候覺得影響觀看 所以沒有把現場收音放進來 少了一點那種 嘶的聲音 少了一些臨場感 鮑魚切片用牛油稍微炒兩下就好了 搭配的是現炒的大蔥 還有菠菜 這個鮑魚居然不會硬 挺軟的 吃起來蠻不錯的 但我更喜歡鮑魚乾 你看這個價格 100公克5500日幣 而且是袋殼去秤的 所以這超貴 吃一次就好 這個是沙朗牛修下來的邊角料 牛油邊炒出來 可能等一下要用來炒飯吧 在等待的時候又上了一道沙拉 這個是母的松葉蟹角 感覺這間鐵板燒套餐的菜色蠻多的 太太的長輩他們經常來吃 可能中間有一兩道是招待的吧 一邊煎著和牛 一邊準備配菜 喝著飲料吃著小菜 這個時候已經是香到不行了 和牛鐵板燒的魅力 我今天才完整的體會到 師傅一邊操作的時候 你一邊想像滋味 儀式感跟期待感整個都拉滿 而且日本和牛的油脂香氣 跟美國牛肉的香氣不同 沒有那麼厚重 聞久了也不會有噁心的感覺 吃完了也不容易沾黏在身上 這個就是現做的和牛 這個賣相配菜跟蒜片都無懈可擊 搭配了三種日式的調味料 一半是菲利一半是沙朗 憑良心講我分不出來 吃起來都非常舒服 吃進嘴裡肉很軟 用一點鹽就能夠帶出甜味來 肉裡的含水量含油量都非常高 尤其是油脂感超強烈 用煎著酥脆的麵包和蒜片 包在一起吃 能夠緩解油膩感 我問了那個麵包是可以吃的 不是美而美拿來吸油的那種 最後是蒜油炒飯 經典的做法 用大蒜跟牛油煸香 比較特別的是撒了乾的紫蘇粉 取代巴西里 增加了清爽的香氣 再搭配一盤日式鹽漬小菜 也可以選擇蛋包飯 蛋包飯就你想像的那樣 再來一碗味噌湯 飽到天靈蓋 這一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甜點下面墊的是蜂蜜蛋糕 表面被烤的微焦 有一點微微的苦味很舒服 結帳的時候我有瞄到金額 非常感謝招待 隔天在逛街的時候 看到一間根式花丸回轉壽司 排了超多人 可以先拿號碼牌 去樓下的免稅店逛逛 這個分店在高樓 陽光從窗外撒進來的感覺很好 店員不時的大喊著 師傅把壽司做好 放在轉盤上時 會一邊介紹這個是什麼產品 比起一般回轉壽司的氛圍更好 台灣的回轉壽司都太安靜了 壽司無聲的轉折 客人無聲的吃著 店員小聲的祝你用餐愉快 根式就是北海道的地名 可能就是主打北海道海鮮 回轉壽司都是現做的 質感做的都很不錯 這個是活地鯛魚 很好吃 軟硬適中 淡淡的鮮味與甜味 算是中上 這個是炙燒比目魚齐邊 這個是蠻大尾的比目魚才有這種寬度 刀橫切的非常好 炙燒的恰到好處 這個是某種蝦子 菜單是寫赤蝦 這個口感很好 一點雜味都沒有 一盤只有一罐 但是物有所值 這個是活地的鯛生 台灣叫白肝 這個我有點失望 它應該有的彈性並沒有表現出來 油脂度也很低 非常普通 這個就是台灣常看到的甜蝦 水準演出 甜味也很不錯 這個是透抽的頭吧 我看它轉過來的時候很驚訝 害我來不及吃甜蝦了 居然還有這種落壽司 大一點的透抽頭通常都很堅韌 它連攻擊虛都沒有切掉 超猛 那因為好奇我就拿了 結果非常好吃 不知道它為什麼這個透抽頭不會很難咬 眼睛龍珠小軟骨都去除掉了 對半切就端上來了 上面黃色的是薑泥 搭配起來很順口 台灣的透抽也很多 廠商們也可以考慮弄看看 這個是干貝沃壽司 它放了兩顆在上面 沒有辦法一口吃掉 要分開吃 水準演出 沒有瑕疵 這個豆皮壽司跟台灣的完全不同 它是厚片的 口味跟豆皮拉麵裡面的一樣 重甜的口味 我蠻喜歡的 這個螃蟹湯 這個就只喝湯 螃蟹很小 沒有肉 湯很好喝 但偏鹹 蔥白完美平衡了濃郁的海味 這個應該是沙丁魚 油脂感非常強勁 也因此有淡淡的油燒腥味 所以上面加蔥去蓋 女性應該無法接受 炙燒一下可能會好一點 這個是 焗烤母的松葉蟹 裡面是腿肉 這次在日本各地都有看到很多在賣的 就是好奇吃吃看 不難吃 但是沒有特別強的印象 這個是今天拿的第三種蝦子 我不知道是什麼名字 這是最甜的一種 蝦肉偏軟 入口就化開 沒有Q彈的口感 但是真的很甜美 是我沒有體會過的滋味 這個大比目魚 這超難吃的 彈性鮮味甜味都沒有 我想起網友說的了 泡過水的後紙板 那這種盤子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得到的結論就是便宜的盤子不要拿 這個是活地的小青肝 這盤是用點的 如果是轉過去的我才不會拿累 連血河都整個端上來 感覺很看不起人 沒有不好的味道 但是筋很多要嚼很久 不好吃 這個是金子 就是熟成過的鮭魚卵 我在台北的美登利看過 當時覺得很貴沒有買 但我一直很想試試看 因為熟成過整個魚卵都縮小了 顏色也變深 魚卵外層的膜都還留著 看起來像是被子蓋在飯上 吃起來不會鹹 魚卵外的那層膠起來也不腥 帶著一些鹹味 越嚼越甜 魚卵的鮮味整個濃縮了 非常非常好吃 我吃了4罐 強烈建議大家要試一下這個 這一頓兩個人吃了6900日幣 依照用餐體驗來看 我覺得非常值得 拿了號碼牌有個網站 能夠看現在到幾號了 不用在門口乾等 很不錯的排隊方式 隔天早上長輩帶我們來竹地市場買東西 買好帶回他家 稍微加工一下 晚餐的時候拿去他家吃 他說竹地有很多好東西 但並不特別經營觀光客 今天跟著東京的在地人看看 他們來竹地都買些什麼 這裡的每一攤人都非常多 要我站著排隊我沒有辦法 主要是熱 非常熱 長輩的步伐很快 一路上都沒有停留 這間是長輩常買的店 我們來買黑鮪魚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赤身的價格 跟大幅相比 價差 居然沒有很大 在台灣 兩者相差至少三倍的價格 這個就耐人尋味了 日本對於赤身的部位評價蠻高的 但在台灣赤身是不值錢的部位 純肉整塊一公斤才幾百元 很便宜的 我一直到回家吃了那塊赤身 才明白原因 我們買了赤身跟大幅各一塊 還送了保冷袋跟保冷劑 聽說我們從台灣來 他還送了一些中落的部位 竹地有攤賣玉子燒的 總是有觀光客大排長龍 長輩買他斜對角的那一間 他說這一間也很好吃 但因為一次要買一整盒 觀光客通常不會買 所以不用排隊 竹地市場裡面有兩棟寫魚河案的建築物 內部禁止拍攝 但是我們在裡面買了很多好東西 裡面的東西貴而且精緻 等一下吃的時候再來介紹 可能是官網客太多了 很多人只拍攝不消費 造成店家的反感 所以乾脆全棟禁止拍攝 感覺台灣也快要有這種趨勢了 所以我現在盡量只拍我買的店家 裡面觀光客比較少 冷氣很涼 逛起來很開心 三樓有一個小的美食區 人也不多 炸天婦羅定食蠻好吃的 我在竹地的有刺買了一把鮮丸柳刃 換了好貴的八角型手柳 可以打上自己的名字 這樣子我四種形式柳刃都有了 之後的節目裡就可以拿出來顯版 竹地這邊除了正本有刺之外 介紹型也有專門店 主打華麗酷炫風格 竹地買完東西之後 我去東京海洋大學附設的博物館參觀 這裡很冷門來的時候一個人都沒遇到 主管有血攝影僅供個人使用 所以畫面就沒有放進來 鯨魚骨頭這裡沒有血 我就拍給大家看 東京海洋大學成立了一百多年 學校有自己的船定期派學生出海實習 累積大量的水文漁場捕撈方式的資料 博物館裡面有很多東西都很有意思 而且是免費的 晚上到長輩家吃飯 整桌都是不能拍攝的市場裡買的 這個是鱿魚的鹽心酒到 這是我來日本第四次買鹽心 前三次都很糟很鹹 這一間非常好吃 調味剛好 不用配飯也能單獨吃 入口嚼兩下就有甜味 是鱿魚本體的甜味 非常棒 這個產品讓我重拾了鹽心的信心 我回家再多嘗試幾次 這個玉子燒不是大家排隊的那一間 這間店只賣整盒 所以通常沒有觀光客會去買 玉子燒很好吃 很厚很軟 從內到外的軟度都一致 火候控制的非常精準 整個咬下去很舒服 完全沒有蛋腥味 比台灣的玉子燒更甜一點 這間醬煮 血子整間店只賣單一種產品 這樣子能在竹地活幾十年就知道它有點東西 價格也很厲害 吃之前微波30秒讓它回溫 拿著就能聞到醬香味 我原本覺得血子就那樣都差不多 但這一個真是好吃 魚肉很鬆軟 但是魚皮依然Q彈 我猜這個是用蒸的 一丁點怪味都沒有 而且並不死甜 魚的鮮味都有展現出來 還附送一張紙燕明正身 這個叫做紫池昆布 我以前在影片裡看過 飛魚喜歡在漂浮物附近產卵 魚卵會附著在這些東西上面增加孵化率 漁民就把附著了魚卵的海帶撈上來 醃漬一下就直接吃 中間那個綠色的就是昆布 這個讓人聯想到台灣的泥杏 黃色很酸的那一種 它這個吃起來差很多 這個不酸不腥很香很爽脆 魚卵沒有特別的味道 但是昆布補齊了香氣 非常特別的口感 吃完小菜來切黑鮪魚 這個黑鮪魚跟台灣的確有點不同 油脂很多 但魚精很細緻 斷面都看不到什麼魚精 這是它的捕撈產地 長輩準備了蘿蔔絲 儀式感滿滿的 看著上面細緻的紋理 剪接的時候又流口水了 我有切一些刀橫 但長輩說這一種不虛畫刀 保留魚精增加一些口感會更好吃 後來我做了對比 不切刀橫的魚肉的確能嚼得更久更甜 因為它原本的精感並不強烈 這點跟我在台灣吃過的很不一樣 這塊是赤身 日本的黑鮪魚赤身跟大腹的價差並沒有很多 差不到一倍 我覺得這是因為這裡的赤身滿好吃的 比我以前吃的赤身好吃很多 表面也是充滿了光澤 這個是今天買的山葵 長輩說一般山葵有三個品種 今天買的是蒸漆是最貴的 他說這一種山葵旁邊的凸起不會黑黑的 所以不用消掉 直接磨來吃 味道非常香 山葵要現磨現吃比較不會嗆辣 追求嗆辣的山葵是錯誤的 那會影響食物的原本滋味 我忘了我還買了一盒紅猴生魚片 想要比較一下跟台灣的區別 這個魚太瘦小了 口感普通 但膠原蛋白很厚 越嚼越香 這個就是赤身 看起來跟台灣的真的很不一樣 顏色沒那麼深非常油亮 吃起來沒有一丁點的血腥味 只有淡淡的酸味跟清爽的氣息 然後這一塊大腹呢 魚精徹底的分開了 吃起來非常的爽滑 只有一點似有若無的精感 稍微攪一下就化開了 我必須說在黑鮪魚的環節上 日本是領先台灣非常多的 我覺得可能捕撈技術 以及放血的做法都有一些差異吧 那這些小差異可能就造成了 最後口感巨大的不同 這是真的很好吃 乾拜下風 最後來一份我最喜歡的春魚吸精燒 看這個斷面的寬度 這鮪魚至少有5公斤 我買的時候看他們醃漬的醬很稀 不是那種膏狀的醬 另外還有賣真正的鮪吸精燒 我記得100公克800元的樣子 那這個充滿油脂的魚肉 口感就跟闊腹一模一樣 甚至有一點超越了 相當好吃 這個有夠好吃的 那這次日本影片就結束了 希望大家都有吃飽 感謝收看 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